美国媒体近日报道 台湾将派遣约600名军事人员前往美国 接受台湾已购买但尚未收到的武器培训 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作出回应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美方与中国台湾地区发展军事联系 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严重损害中国的主权安全 严重迫害台海的和平稳定 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的错误信号 我们敦促美方悬崖勒马 停止武装台湾的危险举动 以实际行动履行不支持台独的承诺 玩火者必自焚 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 妄图倚仗 外部势力以武谋独 终将以失败告终 感谢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